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评头论足 本期送出同款的RG山沙比一盒 活动方式就在视频的结尾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支持 今天这款沙沙比可以说 在RG产品线上 应该是目前维持极度受关注的一款模型了 首先无论是夏亚还是沙沙比 这人气不用说了 绝对是非常高了 而另外之前的RG模型产品线上 对大家说的最多的 肯定还是之前万代作为招牌的成型股价的表现 说实话经常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这里就不一一立举了 而从去年的独角兽开始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变化 变得稳定很多了 而另外上一款的吐鲁基斯 也设弃掉了大部分的成型股价 变为了部分拼装 因此在结构部分的表现 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了 虽然说这个机体的人气没有那么高 但是论模型的素质 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今天这种沙沙比 在拼装完毕之后 感受就真的进行了更加彻底的RG改革 这个在之后的视频里面 会有一一的演示 而另外既然是沙沙比已经放出了 这牛高达按照常理来讲 应该也不会太久 既然万代已经在RG上 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那么作为玩家来讲 自然还是非常期待的 只不过有点遗憾的就是 我知道朋友们非常想看 MG卡莎和RG的对比 但是我说了好几次了 卡莎换单位已经好几年了 现在真的是又缺个又少腿 等回头开学了 我去拍个照片给朋友们看一看 今天还是来专心看一下RG的表现 那么首先要说的就是骨架部分 之前放官图的时候 我不知道部分玩家是靠什么来分析的 竟然有人说是RG新安卓的结构 朋友们都知道RG新安卓的骨架表现 因为是套用 最后的效果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大家可以翻一下前年的视频 今天RG沙拉比不用说 肯定是完全新规 但是骨架部分 RG过往的招牌之一 成型骨架已经是少了很多了 只有几个零件而已 主要就是肩甲 手腕和裙甲的连接结构 现在来看就是单纯的意思以下了 基本上大部分结构都是拼装 因此论这个模型的实际表现 更像是一个缩小化的MG模型 当然换来的是相对可靠的整体结构 相比之下 半成型骨架的表现 确实是没有整体牢靠的结构吸引人 只不过对RG系列上越来越少的成型骨架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翻模盗版的产品 毕竟作为RG一直以来的黑科技的门槛 现在别降低了 不过朋友们也知道 这两天风声是比较紧的 所以目前来看暂时应该不会出现 而另外虽然说这一次是RG 但是骨架部分还是相当完整的 因为拼好之后 这个外甲是有点难拆的 咱们就不全拆看了 但是从胸部的内构可以看得出来 所提供的细节还是相当豐富的 当然并不仅仅如此 其实身上很多的内构细节 还是比较精彩的 骨架部分可以说完全令人满意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材质和发色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沙扎笔 首先外甲部分就是普通的成型色质感 肯定有朋友问 怎么不弄成西安州那样的 这个不用着急 对于这么好的题材 怎么可能没有各种电镀色 或者是各种特殊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看近期上新的RG限定就知道了 另外这款沙扎笔 在水口部分的设置还是相当不错的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可以说有钱的不用急 有技术的也不用怕 可以自己喷 个人感觉作为电镀版本 肯定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而另外作为RG模型 另外一大卖点 就是外甲的小色扎粉色 其实对于这款沙扎笔来讲 确实也有作 不过通过实际肉眼来看 这个表现并不算是特别夸张 那么一种是沙扎笔比较标准的红色 而另外一种真的可以说就是人们吃的那种山楂片的颜色了 也能够增加一些细节表现也不错 最后RG的传统特点之一 就是大量的标志胶贴了 作为沙扎笔来讲 可以看到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 同时金属色和标志都很多 但是朋友们也知道 这个RG的金属色 这个贴纸抗膜能力还是比较一般的 如果经常在手上经常摸索 就会出现掉色 这个需要注意一点 那么无论怎么看图都不如自己拼完之后来看实物 这一次沙扎笔的外观表现说实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相信因为卡版沙扎笔注意在前 肯定会有很多玩家想要对比一下 毕竟这一次RG也是到达了大盒200多块 但是毕竟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且价格也确实差了不少 可以看到外形部分确实是不属于卡莎那种 非常壮硕非常丰满重量感十足的样子 这一次的感觉算是回归了一点原本沙扎笔的味道 所以会显得身材方面的表现略带了那么一丁点的清凉化的意思 而且有很多细节部分的处理 和卡莎也有很明显的不同 因此目前来看 个人感觉并没有办法互相取代 而且即便RG的尺寸是小了一点 但是外加部分也可以看到 是提供了不少的刻线细节 相比之下个人感觉也并没有逊色多少 当然这只是和之前的卡版沙扎笔相比 而对于这一次的RG而言还是属于一个大型集体 尺寸的表现还是相当不小的 刚拿在手里甚至是完全感觉不到是一款RG 可以说目前这个大小和细节 200多块我感觉真的是一点都不贵 而当拼完之后整体的表现我认为还可以 并没有出现那种明显的结构问题 整个的表现还是相当扎实的 之前的各种担心 目前来看确实算是比较多余了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细节部分的表现怎么样 首先还是头部 虽然说尺寸是小了很多 但是我个人感觉对于沙扎笔的头部 还是挺难做梦的 因为可以具象参考的东西其实并不多 单看这个造型我认为是完全没问题 目前可以看到在眼睛部分外部带有一层透明分件 同时可以看到内部的独眼 而作为RG必然需要还原驾驶舱的机构 所以在这个沙扎笔的头部 我们可以进行展开操作 头顶和下巴都可以移动 那么当展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在内部作为核心的驾驶舱了 虽然说看不到球形部分 但是对于这么小的尺寸 我感觉还是挺厉害的 而另外虽然说头部带有展开机构 但是球形驾驶舱其实并没有弄得特别复杂 所以在头部进行可动的时候 并没有出现机构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抬头或者头部的转动都能实现 还可以 同时也没有出现太多的干涉 接着咱们来到整个胸口 到腰部 其实这个部分 如果和之前的卡叉相比 会显得比较长一点 主要就是体现在动力管的这个位置 但是胸部的小鱼脸还是小鱼脸 不过这一次 在这个表情部分有点区别 显得更萌了 而另外什么动力管 或者是胸部的一些散热口 这里面都有还原 咱们主要来看一看可动 这一次腰部是给出了多段的可动结构 首先在胸口上端 这边带有一个小幅度的弯腰关节 这个幅度虽然说不大 但是下面这个腰部还有一个 那么当两个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表现其实就算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腰部下端 也给出了旋转位置 不过当活动的时候 会感觉明显居中的位置 带有一个定位点 那么这样的话 正常站姿下表现的会更加扎实一点 不过毕竟是塑料结构 时间久了之后 不知道会磨损到什么程度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腰部侧摆关节 并没有设置在常规的腰部 咱们活动的时候就能发现 其实这个位置 严格异常来讲 是大概跨部的位置 虽然说这个活动范围还是挺好的 但是个人感觉 这个位置看起来是不太适应 接着咱们还回到上半身的手臂上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外轮廓还是非常标准的 沙拉比风格 红面为主的手腕装甲 还有硕大的肩部装甲 但是在细节部分的结构处理 其实还是非常遵循之前的 非卡板的设计的 比如说顶端的这些个 镂空细节还是挺明显的 而可动部分 首先在肩甲这边 可以垂直方向抬起一些 平举的时候会用得上 然后在肩甲的正面和背面 都给出了向前翻起的机构 这个结构 咱们在MB上经常看到 而且能发现 当翻开之后 内衬的表现还是非常厚实的 同时在这个上端 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小幅度的抬起区域 接着就是侧面这些带有喷口的护甲 也带有可动 这个是肩甲本身的可动结构 而另外虽然说这款RG 并没有像卡板那样提供那么多出的爆甲 但是也是给出了一些展开结构 咱们来看一看 首先就是在顶端的护甲 可以进行向侧面的外拉 那么它展开之后 就能看到内部所给出的散热结构了 还是挺不错的 接着在手臂的可动结构部分 相信朋友们肯定非常关心 因为在刚发售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玩家的视频 是把手臂的连接结构 两边都给弄断了 大家可能就会感觉 本身的RG沙沙比有什么问题 而我拼完之后发现 虽然说结构确实PS材质不硬 但是也没有断 不过在这个部分的骨架结构 在连接处带有一个锁点 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按压到位 如果安装不到位的话 旋转起来会非常的吃力 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损坏的情况 因为零件本身还是挺软的 首先本身肩部带有引出的前身关节 日本玩家断的就是下面的部分 然后就是整个手臂旋转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同时手臂平台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也没有说松 但是毕竟是有人断了 咱们之后拼的时候 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的 也算是个镜中了 那么在手臂进行曲肘的时候 可以看到幅度的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另外在手臂的背面 还能看到曲肘的空时 带有压杆的联动细节 RG能有这个细节真的是很好了 而另外在手臂正面装甲 带有一个小机关 咱们分开之后可以解锁 然后手臂内勾进行外拉之后 再固定回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小幅度的提升 手臂的弯折角度了 但是可以看到 这个实际的提升 确实是不算太大 接着在手臂的装甲侧面 前端带有一处外拉结构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内部的细节有贴纸 这个外拉结构 其实是用于解锁小臂的延长机构 以及重新固定 打开之后 可以看到内部 是带有一个光束军刀的剑柄 很惊喜是吧 但是当咱们取出之后 会发现只有一个头 完整的剑柄 还需要重新组装 最后再来连接特效件 这个部分多少 会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点可惜 那么在手掌部分 给出的就是各种造型手了 之前的各种成型可动手 现在已经是完全被舍弃掉了 除了自己能动一点之外 论造型和实用性都不算强 所以个人感觉倒也是无所谓了 接着我们来到裙甲部分 可以看到针对裙甲部分的造型 和细节给出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不仅有这个四叉分色 而且还有不少的镂空结构 因为这个刹刹比尺寸很大 因此我们可以在RG上 看到非常难得的细节表现 而且可以看看这些喷口都有分色 咱们还是来先看一下可动 首先就是个裆部的顶端 带有一点翻开的展开结构 然后前裙甲 抬起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另外这个部分的连接结构 是采取了成型的内构 因此可以向侧面进行一点活动 多少带有一些联动效果 前裙甲差不多就这样了 接着在侧裙甲部分 除了一些常规的可动之外 可以看到在下端 也是给出了外甲的展开效果 展开之后可以看到 目前就像是戴着嘴戴着牙的一张脸 还是非常生动并且形象的 后裙甲可以看到初始状态下 就有不少的开放式的内构设计 而且无论是细节部分的刻画 还是细节部分的分色 这个表现我认为应该是整款模型 最优秀的一个部分了 另外后裙甲部分 也可以进行适当的展开 这样可以展现出更多的内构细节 而且在外轮廓部分 也可以看到造型是比较厚重的 对于这个表现 真的是让人感觉没话可说了 很好 接着咱们来到整个腿部 首先整个外轮廓部分的表现 之前也说了 这一次并不是卡板风格 所以会隐约的让人感觉 这一次大腿会略微细长一点 同时和上半身的结构相比 在腿部的造型和细节部分的提供 都会略微简单一点 细节部分并没有像裙甲那边那样表现的夸张的多 像四周扩张的小腿外甲 也会显得略微有那么一点单薄 而且左右盒的结构也确实是很薄 因此安装的时候 一定不要太使用麻利 看清接口 要不然这个部分 确实个人感觉挺容易被压断的 特别是在扩张的下方 不过总的来说 看起来我感觉可以 那么关于可动 首先要说的 就是在裆部下端 带有一个跨部连接位置的锁针机构 那么当解锁之后 就能够调整大腿根部的位置了 当然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就是可动方面的表现 而另外一个就是 对整个腿部长度的表现会有些变化 我个人感觉定位在后面会更合适一点 因为如果定位在前端 从整体的外观表现来看 其实个人认为 整个腿部表现出的长度比例 会有点不舒服 当然这个部分 看自己喜好就好 接着咱们再来看一看 整个腿部的可动 首先大腿根部 支持水平方向的旋转 这个没什么好说了 前提的幅度大概是90度 这个表现我认为还很不错了 同时可以看到侧踢的幅度也不小 最后因为后腿甲的尺寸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后踢的幅度就会弱很多 不过也足够摆出下飞踢了 所以针对沙拉底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 我认为是可以了 那么针对屈膝的话其实也还行 但是因为小腿后面的装甲太大 所以当弯折到一定角度的时候 就会被顶住了 这个也是没什么办法 同时能够看到屈膝的时候 带有膝盖的联动效果 但是说实话 这个屈膝的外甲联动 这个位置看起来感觉不如卡板 当膝盖上去之后 虽然说可以看到一些膝盖的联动内构 但是让人感觉造型的表现有那么一点奇怪 个人来说并不算特别满意 然后在小腿正面 护甲的部分带有额外的机构 首先可以向前拉伸 当拉伸完毕之后 就能够提高整个正面的可动了 接着在小腿的后面装甲 也可以看到内部是隐藏了不少的喷口 可以看到喷口部分 所采取的都是单一颜色的处理 这里也能够进行一定的展开 不过照比卡板的感觉会差不少 但是毕竟尺寸这么小 能够理解 我认为还可以 而在脚部的表现算是比较常规 比如说旋转或者侧摆 包括整个脚部的上下抬起 这个幅度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不过感觉在和脚掌部分的连接位置 有点偏向靠后 加上内构没有那么充实 因此视觉表现可能会稍微弱了一点 不过脚掌部分的可动表现也还可以 可以看到首先大脚掌的部分 带有非常大的弧动范围 很不错 而另外作为RG上经常看到了多段设计 这一次是体现在了两个部分 首先最前面的脚尖位置带有可动结构 而另外一个就是脚盖部分了 带有比较大的可动可以弄出来不少 可以看到虽然说这款沙扎笔 在细节部分的表现是比较丰富的 同时也给出了一定的外甲展开机构 包括一些联动和隐藏机构 但是论整体结构的表现确实是非常不错了 作为RG来讲我认为没出问题就已经很好了 因此也可以说这一次沙扎笔的表现 确实还是让人比较意外的 最后咱们来看一看装备的表现 首先还是背包部分 这里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燃料罐 而另外一个就是浮游炮了 首先作为燃料罐的部分 确实是没什么好说了 就是黑黑的一根结构非常简单 就是采取的简单的左右盒 并没有采取什么额外的RG分色处理 那么中间的背包部分 这里是提供了一定的外甲展开机构 首先在背包的两侧 黑色外甲可以进行左右的移动 能够展现一定的成像细节 而另外顶端位置也带有可动机构 向上抬起之后可以看到喷口位置 也带有一定的跟随效果 其实作为背包最重要的还是浮游炮这边 首先作为浮游炮的基座这边 可以调整一下角度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小开关 我们进向外拉之后 可以看到顶端会自动的分离开一点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基座的盖子给展开了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飞游炮给单独拆取下来 可以看到最连接的部分 内部也是给出了不少细节的刻画 还算不错 那么针对飞游炮的部分 这个实际效果也是比想象中厉害很多 我们通过推动内部 就能够顶出释放之后的炮口 同时也可以看到四周的叶片 也通过联动实现了释放展开的样式 其实对于这个部分确实是高于预期的 毕竟这么小 我最开始的时候 还以为这个部分需要靠手动来进行展开的 而另外作为RG沙拉比的网络限定配件包 这个浮游炮的释放特效件 我个人感觉怎么也应该不会缺席的 那么主体部分就这么多了 对于手持的武器部分 咱们来看一看都有些什么 首先就是沙拉比比较招牌的大红盾牌 尺寸确实还是挺大的 依旧是红色做底 黑色做面这里没什么好说了 而对于这个文章部分 还是使用贴纸来进行还原的 其实分色方面是没什么可说了 对于结构部分 其实我个人感觉 还是更加倾向于卡板好看一点 RG的侧面凹陷确实会显得有那么一点深 其他的是没什么了 换到后面倒是没有太多看点 可以看到三连装的导弹分件 细节都是集成在了反面的结构上 安装的话直接利用连接结构 搭载到手臂上就可以了 而对于手部握持的主武器 首先就是光束战斧 那么在模型里面 是提供了几种特效件 可以选择安装到光束战斧的握柄上 这个样子可以自己进行选择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颜色部分的表现还是非常艳丽的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而另外战斧的部分 是给出了两种搭载形式 首先第一种 就是无特效件的样式 可以直接把握柄搭载到盾牌的内侧 而针对搭载的特效件的形态 自然需要首先把导弹给拆除掉 要不然肯定会同爆了 那剑柄的搭载位置往下移 就可以实现盾牌和光束战斧条件的同时搭载了 而另外作为手持的枪类武器 就是沙拉比的光束步枪了 可以看到 首先在枪体部分采取了分色处理 包括中心部分也是做了镂空分色 同时在顶端还可以看到红色的管装细节 样子表现我认为还是挺不错的 在前端的枪托带有可动机构 可以进行移动 弹夹部分支持拆卸 但是内部可以看到并没有提供其他细节 而至于之前卡板上出现的MIGA粒子炮 这次模型里面并没有提供 如果有的话 估计还是在之后的限定配件包里面出现 套路继续 那么好的 看到这里 这款众人期待的RG沙拉比 咱们就算是简单的了解了一遍 其实在这个模型上市之前 我相信有很多玩家 对于这款模型都把我怀疑态度 包括自己 本身并遂是大尺寸 而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来增加RG细节分色 同时还给出了一些外甲的展开机构 针对结构部分的表现 确实之前还是让人比较担心的 而更厉害的就是 之前还有玩家说 采取了RG Mark II的成型骨架 虽然说不太清楚这个依据是什么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这款沙拉比的成品表现 大家还是只怀疑态度的 但是实际证明 万代目前对于RG产品的研发方面 确实是采取了很大的变动 并没有局限于之前的成型骨架结构了 而对于这个改动的效果 还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款小尺寸的RG沙拉比身上 我认为已经是相当成功了 我个人感觉 对于有没有之前的卡沙 都应该体验一下这款RG 因为针对这个表现 200多块确实是相当可以了 个人强烈推荐 我感觉应该是今年必入的一款模型 咱们今天送出一盒RG沙拉比 活动方式就在以下的字幕里了 关注频道 点赞收藏留言即可 同时也别忘了转发和投币支持 目前平头论组不久也即将到获 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大概还需要个三四天 毕竟需要运过来 所以等着补款的玩家 一定不要着急 那么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内容确实是有点多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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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